见啥要啥 贝贝熊系列丛书 贝贝熊系列丛书 见啥要啥 孩子有了坏毛病 父母该怎么办呢? 贝贝熊系列丛书 见啥要啥 梅斯坦伯丹 简伯丹惠著 张德琪等义 父母和孩子一起阅读 家长和子女共同成长 贝贝熊一家住在熊王国的一座大树屋里 门前有一条金色的土路 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深爱着他们的爸爸妈妈 当然 熊爸爸 熊妈妈也很疼爱孩子们 为了孩子 他们愿意付出一切 但有时候 他们过于宠爱孩子 给孩子们买太多的好东西和玩具 在购物中心 让孩子们在摇摆鸭上骑个不停 或许就是这样 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 养成了见啥要啥的习惯 或许也是因为 无许在超市 购物中心 还是在电视里 到处都可以见到新奇的东西 好玩的玩具和有趣的游戏 这对孩子们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总之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们一件好东西就要 不给 就又哭又闹 尤其是经过超市的收银处时 那儿摆放着成堆的糖果 和其他的好东西 这一天 贝贝熊一家 正排队等着结账 熊妈妈看到孩子们又盯着糖果 眼睛发亮 便说 别看了 孩子们 咱们可不能一见到糖果价 就要买这买那 我可受不了 小熊妹妹哼哼唧唧地说 妈妈 可那儿有口香汤条 我最喜欢吃了 还有我最爱吃的香 香冰口汤 小熊哥哥也小声嘀咕着 熊妈妈说 别说了 我不想听 熊爸爸笑着说 得啦 咱们也是从孩子过来的 说着 把孩子们想要的东西 递给了他们 他们走出超市 熊妈妈说 这话不假 咱们也是从孩子过来的 但是 好习惯应该从小培养 我当然选 看 看 新玩具 小熊妹妹大声喊 小熊哥哥也叫了起来 嘿 一只摇摆蛙 比摇摆 压 更棒 让我们起起吧 好吗 好吗 求求你们了 熊爸爸刚给孩子们买了口香糖 觉得他们该满足了 可是 见他们这样恳求 他叹了口气 只好从口袋里掏出钱来 塞进头臂口 他看了看熊妈妈 怂怂间说 孩子毕竟是孩子嘛 熊妈妈说 话是不错 孩子毕竟是孩子 但也不能因为这样 每次看到想要的东西 就又蹦又蹦又跳 大哭大闹 说着穿过停车场 向自己家的车走去 这时 孩子们又喊了起来 看 快看 看 快看 橡皮小猫 用手一捏 就伸舌头 熊妈妈说 孩子们 够了 别再说了 他们要求到 给我们买吗 买吗 求求你们了 熊爸爸决定 该好好管管他们了 熊爸爸提高了嗓门喊 不许闹 可孩子们只顾大喊大叫 根本就没听见她的话 小熊妹妹使劲地又蹦又跳 一下子摔了个四脚朝天 双脚在空中乱蹬 要吗 要吗 孩子们大声喊着 停车场上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 那 熊爸爸尴尬极了 只好对卖玩具的小贩说 就来两只橡皮小猫吧 橡皮小猫不仅一捏就伸舌头 还会吱吱叫 就这样一路吱吱吱地回到家 就这样一路吱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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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